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奥比较,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我们现在来关注国际的局势 以及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 和我们伟大的 先驱之国的,他的这个选举的事情 呃,现在呢是这样的 叫共和党2024党纲草案预告,特朗普2.0贸易狙击中国 啥意思啊,包括还有他们的江森议长 也是说了一些话 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党纲委员会小组7月8日 内部通过并发布2024年党纲草案 计划重建军力与盟邦关系以对抗中国 还有打击恐怖主义 该党寻求取消中国碎会国待遇 进购美国房产及各项产业 并防止中国制机车进口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7月15日至18日在密尔沃基举行 除确认前总统特朗普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外 也将通过并公布新版党纲 共和党自2016年全代会后未再更新条文 加上特朗普的民调支持度在总统候选人首轮辩论后领先扩大 这份特朗普版的美国未来政策方向广受各界关注 2024年共和党党纲异于过去 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名 指明献给被遗忘的美国男女 并以回到一般常识 简单化条例文字说明 当中包括击败通胀 封锁边界 及建立史上最伟大的经济体 等选民易于理解的十大章节 根据党纲委员会公布的草案 国法外交部分集中在第十章 透过实力回到和平 特朗共和党认为 拜登政府脆弱的外交政策 让美国人民更不安全 并成为全球笑柄 共和党计划 经由重建军事力量与盟邦关系 以对抗中国打击恐怖主义 建立铁穹导弹防卫盾 推进美国价值 保卫国土边界及重振国防工业基础 台湾指出 美国将会建立更强大 优良和精实的军力 承诺保卫国家 与未来安全的繁荣 坚守美国优先 经贸部分集中在第五章 以保护工人农人 与避免不公平贸易竞争问题 指共和党坚守美国优先的爱国经济政策 承诺贸易平衡 确保策略性经济独立 及重振制造业 继续做法有六点 首先是平衡经贸平衡 美国每年对外贸易逆差超过一万亿美元 共产党支持对国外进口货品 征收底线关税 通过特朗普版贸易互惠法案 回应不公平贸易运作 提高外国业者进口关税 美国工农与产业付税因此可降低 二者是美国对中国策略性独立 共和党将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剔除进口项目中的必须品项 禁止中国国购买美国房地产及各项产业 汽车上面也是执行现在的策略 也就是禁止中国汽车进入美国 也就是说这份 整体的一份施政的一份纲领 充满着恶意对抗 充满着对中国的恶意对抗 这个特点太明显了 就是搞他的这个所谓的贸易保护主义 以及重整军力 也就是共和党建制派 他们这个想法 用军事力量来搞定中国 所以我说过川普上台 第二任期上台以后 有可能他不会跟他的盟友 关系去疏远 他还是要依靠盟友来对付中国 在现有的框架上 对付中国 更加强调 以武力来暴击 恶吓中国 比如说搞很多条航空母舰到中国家门口 加大力量军事演习 加上这个军事队对抗 这是我说过 这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一个脑子里 大脑里的一种想法 就美国红脖子 就这种想法 他认为你中国不够格 你没有办法跟我来对抗 你啥也都不是 我他家就干你 我用军事力量的方式 我打断你的发展 这是他们共和党的建制派 军方的这种建制派 这些将军 以及像川普他这个想法 他先后两次要来干中国 都是当时马克米利给李作成打的电话 就阻止了这样的事情的发生 大家看到没有呢 他们整体 这个党就共和党的 这个党的施政的总体纲领 现在在第一轮 美国总统辩论的过程当中 川普和这个拜登 川普好像变得更加成熟了 他还配合共和党 他已经成为了一个 完完全全的一个共和党人 以党的纲领 以党的行动方针 为指导思想来进行的 而不过于强调他个人 这是他目前这个特点 所以他上来以后 会更加动荡 但是比拜登这样的 不温不火的要更加好 因为我说过关系已经不到位了 那就来一次彻底的 大家就来干一场 我觉得这是挺好的 大家就干一场 把你美国给他们击败 然后让你知道我们的厉害 这样挺好的 他是会全方位的来敌对中国 所有的政策 全方位的敌对中国 所以说这一点 大家要明白 要看懂 这个川普他上台以后的策略 再一个呢 是这个江森 我们来关注一下 对抗以中国为首的轴心 美国众议院议长 将推动全面抗中法案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 麦克·江森表示 中国对全球和平构成最大威胁 国会将在本届会期结束前 致力于通过一系列 针对中国的立法措施 首先第一句 我就有点听不懂 中国对全球和平构成最大威胁 这个巴以冲突的武器 中国有提供吗 俄乌战争的武器 是中国提供的吗 那怎么叫做 中国对全球和平构成严重的威胁 这个话我有点听不明白 国会将在本届会期结束前 致力通过一项 针对中国的立法措施 包括制裁协助俄罗斯 伊朗的中国军工企业 限制对中国投资 以及解决中国滥用 美国贸易法规漏洞等问题 约翰逊议长 星期一7月8日 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就美国所领导的 世界秩序面临的威胁发表演说 其实美国并不存在 所谓的在全球性的领导 这一点是美国 他有一种虚假的权力感 他并非 他作为唯一的垄断型超级大国 是在二战 他拥有原子弹 到苏联49年拥有原子弹之间 这几年 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 但是在冷战结束后 他不是所谓的超级大国 那种感觉 让他太有虚假的权力感了 他自己吹逼 把自己冷战战术 这点苏联的功劳全揽到自己身上 他忘了中国是六 他只是四 中国跟他是四六开对付这个苏联 毕竟我说过 苏联最屌的是他的陆军 而中国在陆地上 对峙他的陆军 就光这一点 我们在珍宝岛和苏联也打过仗 你美国有跟苏联打过仗吗 没有 没有你叫什么叫做领导世界秩序 中国 我们中国男人是唯一的和苏联 和印度和美国都打过仗的 都被我们给打怕了 所以说 我说过 你领导个屌的他妈的世界 别他妈扯淡了 死屁赖连赖连 那为啥不敢下来 对吧 并提出三部分政策框架予以应对 加强美国国内实力 威慑美国敌人 以及强化美国在全球的联盟 这是来自路易斯安达州的共和党人 约翰逊去年10月 接替凯文麦卡锡 担任国会议长职务以来 首次针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国会外交政策 公开发表长篇演说 约翰逊一开始就将目标锁定中国 俄罗斯和伊朗 并称这是一个以中国为领导的轴心 今天我们不再像苏联时期那样 面临一个主要敌人 而且到目前为止 幸运的是 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新的 如二战时期的三国联盟 但我们却是看到一些国家公开结盟 对抗美国 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威胁网络 我们将其成为中国领导的轴心 由俄罗斯伊朗朝鲜 我认为它是古巴伙伴政权组成的 约翰逊说 但他们每天早上醒来 是想着如何打倒美国 他对我们评价是 他们越来越多的利用 他们的集体军事技术和财政支持 以各种方式相互支持 尝试各种努力 来切断我们的贸易路线 窃取我们的技术 伤害我们的军队 颠覆我们的经济 约翰逊说 你看那个约翰逊在现场讲话时候的 那个眼睛这样 眼睛这样看在那个地方 那种样 你说的好像很大 窃取美国的技术 你美国的加密措施这么烂 随意就会被窃取 我中国有高超音速导弹 朝鲜有高超音速导弹 伊朗有高超音速导弹 俄罗斯有高超音速导弹 就是美国没有高超音速导弹 然后他说我们在窃取他们的技术 这个话我又有点 我又有点听不听不明白 对吧 然后他要说 对抗中国 重振内部 团结盟友 你干的事好像有 好像有点多吧 就好像你美国就喜欢搞风投 搞风投公司 看到你一个人 做两个三个项目 他就不会投资你了 因为你搞不好 你美国 我说过 现在拜登做的 只是一件事 他三件事做不好 对抗中国 别扯淡了 已经失败了 内部内政他不管了 他只有重振盟友这一条 你共和党你上来 美国现在是如此的撕裂的一个社会 白左跟白右的极度撕裂的一个社会 选民基础都差不多 每次竞选就 都是势均力敌的状态 你要团结盟友 要重振美国 要对抗中国 以中国为首的轴心 你好像有点累 哥们 你有点累 是不是 你要干三个事 那美国的 华尔街的风头都不会来投资你 你只能干一个事 好吧 得了吧 啊